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年的甄子丹在拍摄街舞门的时候,认识了万启文,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火花。 9月的一天,甄子丹和万启文受邀去兰桂坊参加朋友的生日宴。 当时的甄子丹才33岁,可以说意气风发,体力精力都是巅峰时期。 香港有句话叫舒淇的嘴,万启文的腿。 当时的万启文也才26岁,搅好的容貌加上一双大长腿,让他成为酒吧最闪亮的风暴中心。 众多男子趁机多看两眼,但害于甄子丹一身腱子肉,没人敢上前。 当晚甄子丹和万启文喝到净兴时,纷纷下午池跳舞。 万启文一走到午池,周围的混混炸开了锅。 有几个胆子大的,开始吹着口哨朝万启文走来,先是言语调戏,后来开始故意和万启文发生肢体接触。 一旁的甄子丹,先是站在万启文的身边隐忍不吭,只是用犀利的眼光狠狠地看着小混混。 那时候的甄子丹名气并不大,只是会功夫的小明星。 一群小混混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对万启文越来越过分。 直到万启文尖叫了一声,甄子丹闪电般地冲到他身前, 揪住离得最近的混混,一拳打到对方后退两三步。 同一个帮派的小混混看到同伴被打,纷纷围了过来, 七八个人把甄子丹包围在中间。 甄子丹的个子不高,但是从小习武,气势强大。 舞池里的人看到这个场景都躲得远远的,就剩下这八九个人。 围着甄子丹的几人,狠狠地朝他打过来。 甄子丹的武术不是白练的。 几个回合,拳打脚踢的就打破了五六人。 剩下的几个人看着甄子丹这么能打, 连忙搀扶着同伴逃离了现场。 酒吧里响起掌声, 这一幕像极了盖世英雄救出公主的场景。 万启文对甄子丹更加清新, 在后来和朋友说起此事时, 万启文言语中充满骄傲, 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甄子丹? 也声明非甄子丹不嫁。 甄子丹保护了万启文赢得所有人的喝彩, 但事情远没有这样就结束。 被打的那八人不是一般的街头混混, 他们是水防的成员。 大哥是水防帮中一位叔父级别的画室人, 被打的小弟回到帮派告诉了自己的大哥这件事情。 帮派大哥中意起, 看到自己的小弟这么惨, 就让他们带着兄弟找到甄子丹讨要说法。 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甄子丹拍戏的片场, 铁明要见甄子丹, 本来他想冲出去, 大不了就是一场雪冰, 但身边的朋友拉住了他, 这些人都是不要面的混混,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那群人今天见不到甄子丹, 明天还来片场赌他, 时间一长, 剧组也没办法开工, 甄子丹这才开始慌了。 后来还是朋友吕良伟, 建议甄子丹去找14K的双花红棍陈慧敏帮忙。 陈慧敏是14K帮派最后一位双花红棍, 地位已经是元老级了, 不管是道上哪个帮派,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那时候陈慧敏除了是帮派中的大佬, 还会偶尔出演电影, 也认识很多娱乐圈的人。 当年刘嘉玲被绑架, 就是陈慧敏出面要回了刘嘉玲的照片, 并且将几个绑匪送进了监狱。 甄子丹和陈慧敏从未谋面, 吕良伟送佛送到西, 当中间人让甄子丹和陈慧敏见了面。 就算这样, 没有吕良伟的面子, 陈慧敏也是不会出面的。 陈慧敏和吕良伟是在拍摄博豪的时候认识的。 剧中陈慧敏饰演吕良伟的干爹, 两人也将父子情延续到了戏外。 听了干儿子的来意, 陈慧敏思考了一番, 才同意帮甄子丹这个忙。 陈慧敏直接找到水房的那位大佬, 讲述了当晚发生的事情, 也说了一番好话, 甄子丹年轻气盛, 不懂事之类的。 由于是自家小弟有错在先, 水房大哥也就给了陈慧敏这个面子。 甄子丹摆下和解酒烟, 请陈慧敏和水房大佬, 并且支付了几位商员的医药费。 这样事情才算告了一段落, 或许也是这件事情, 当记者采访陈慧敏如何评价甄子丹的功夫时, 陈慧敏才会如此评价甄子丹。 甄子丹也不会见怪, 毕竟陈慧敏有恩于他, 自己也不能小气。 归根究底, 当时没有背景的香港艺人, 路并不好走, 好在如今早已不是那个打打杀杀的江湖了。 曾经门身三千的大佬, 像是一部黑帮电影的编年史, 见证过几十年的风雨飘摇, 如今也已经双遍斑白, 曾经意气风范的年轻人, 也终于成了宇宙最强, 成就了一代宗室业稳, 至今江湖流传的事情, 真真假假早就无法判断。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仲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